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周末有好天气陪伴着大家 那您的心情有跟着好吗 而今天的天气 各地大多是多云道晴的一个状态 虽然部分地区这个云层显得厚了一点 让人觉得昏昏欲睡 但潮湿的感受是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而会有昏昏欲睡的感受 其实也是受到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不少地方的这个温度都降得还是蛮低的 感受又凉了许多 而今天起床 应该有不少人是不想离开被窝吧 就以这个台湾本岛平地地区的最低温来说 今天的这个最低温是出现在清晨的时候 降到了13度 地点是在苗栗的公管乡一带 而过了小周末 好 天气还会持续吗 等等我们就从卫星云图上 一起来看看未来的天气变化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天气资讯 在我们附近的云气跟千千相比是已经明显少很多了 而这也这个水气并不是完全的消失 所以明天只要后头有这个带有水气的云气一路 部分地区受到地形的影响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雨事发生 但是量都是很少很少的 对大家外处的行程是不受影响 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明天的下半夜开始 降雨的机会预估又会变得明显了 因为另外一道封面又准备通过 而封面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再重新一下这样的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这个封面的位置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刚刚所提到的封面 明天的下半夜开始就会影响到我们 而位置很清楚的 就是从华南地区一直延伸到 我们北方的这个海面 而到时候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又会转为这个尤语的天气形态 随后温度也会跟着转凉 但是在那之前也就是明天的白天 北部的温度算是蛮舒适的 而在中南部地区会是比较暖和 甚至是偏乐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早晚都还是偏凉的 而在我们东半部地区的温度 明天跟今天相比变化是不会太大的 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温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贫诺的狮子牡丹跟满洲 最低温降到15度 高温是来到28度 泰武来一根春日 最低温降到14度 高温是飙升到了30度 三地门屋台跟马甲最低温 12度高温有30度 日夜间温差大 高雄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7度地点是在桃园 而高温有30度 加以达阿里山最低温降到6度 高温是来到26度 日夜间温差大 南投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6度地点是在仁爱 而高温是来到了25度 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0到25度之间 苗栗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2度 高温来到23度 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 降到7度 高温是来到21度 北部地区屋来根复兴 最低温降到10度 高温来到22度 注意南辰阵雨 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温10度 高温是来到24度 来到花莲 清晨花莲石跟吉安 最低温17度高温有24度 秀林跟万荣 最低温10度 高温有24度 寿丰跟风冰 最低温14度 高温有24度 凤陵观户跟瑞瑟 最低温14度 高温有24度 着西域里跟副里 最低温降到5度 而高温是来到22度 台中地区 海岸线的部分 最低温降到16度 高温是有26度 纵谷地区 最低温降到8度 地点是在海端 而高温有24度 陆野台东市跟北南 最低温是4度 高温来到26度 多云的天气 泰玛里 大午 金峰跟达仁 最低温13度 高温来到26度 扬美大乌族人的兰宇 温的数落在18到26度之间 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 最低温12度 高温来到25度 好的 外出看天气 让您出门不露气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明天的白天 有空的时间 记得可以来到户外 活动活动 享受一下好天气 但是入夜之后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就会增多 也不排除 会先下一些毛毛雨 而这些零星的雨势 只是前夕 因为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新一波封面就要通过 刚刚所提到的降雨的机会 就会大大的增加 接着来到周末 大家就得在冷冷的温度中度过了 因为封面雨离开之后 冷空气就会影响我们 这也是冷空气 影响我们的时间点 就算这个来到白天的时候 温度回升的幅度也很有限 而且越晚越冷 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就请您放在心上 如果您计划在周末出游的话 保暖的衣物就请准备好了 这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分析 以及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 盛行平安